皇上哪 宁可要保重龙体啊 若是批走者累了 就休息休息吧 肯定是陈贵妃想朕了 等忙完这些 朕就回去陪她用完膳去 好无聊好无聊呀 宫中这些女人真是没事干了 不是这个被下了毒 就是这个下害谁 要么就是算计来算计去的 命还都挺大 就这样都没隔屁 一个个整日里活蹦乱跳的 嬷嬷 你说乖宝和婉娘 怎么不晚几日再回老家 我还想着偷偷去庄子上学种菜呢 实在不行 把我也带回老家也行啊 整日待在这高墙之中 本宫都快闷死了 还好人家走得快 不然娘娘再出宫去玩 怕是云家两位长辈的心臟 都要停着不走了 娘娘 再等些时日 云丞相从边疆回来后 乖宝和丞相夫人必然回京 到时 您就去好好玩个够 嬷嬷现如今也会哄着我了 哼 跟皇上一样 总是画着我吃不完的大饼 差点撑死了 完了完了 孩子大懂得多 不好哄了 军营守门的士兵 看到那么长的队伍 第一时间就抱到了将军的帐篷里 拜见三皇子 这一路上 真是辛苦诸位了 现已到了军营 就好好休息一番 今晚让将士们 都好好地吃一顿饱饭 好 好 嘿嘿嘿 好多好多呀 我带着所有将士们 谢谢云丞相和百姓们的心意 将军客气了 你们在前面守卫着国家 抛头颅洒热血以命相搏 在下 打心眼里佩服诸位好汉 云家能做的不多 也就近几年的粮食可帮得上些忙 还请不要嫌弃 嘿嘿 不嫌弃不嫌弃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原以为云丞相的性子 会和朝堂之中那些文官一样 只会酸了八几的 没想到 今日一见如此不同啊 老夫就喜欢你这种性格啊 今天必须要和云丞相 好好地喝上一杯 酒只能喝上几杯 就是酒量不太好 到时候诸位可别笑话我 云丞相 这男人可不能说自己不行啊 不行也得行 不然是要女人嫌弃的 都赶快去搬粮食 了解 我拿给你 酒量不太好 喝很好